各位观众您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全球新闻联报节目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敬请按赞订阅留言分享 并且开启右上角的小铃铛 这样如果有新节目发布 您便能在第一时间收到通知 接下来就请您一起来关注 今天的全球新闻联报 中国今天新增73例本土确诊病例 上海跟北京社会面的病例难以遏止 而内蒙古方面则爆发疫情外溢 据了解上海红玫瑰美容院 才造成9万个人需要核酸检测 而如今传出北京一间酒吧也出现病例 人口最多的朝阳区已经宣布 关闭所有娱乐场合 综合媒体报导 北京市9号增加3例本土病例 分别位于西城区、丰台区跟淮楼区 三个人都曾经前往位于朝阳区的同一个酒吧 也就是天堂超市酒吧 而就在此前一天 北京官方才宣布 已经连续5天社会面清零 疫情整体已经进入扫尾阶段 纵观目前的流调轨迹 有人去完酒吧之后 乘坐公交车往来超过100公里 有人曾经搭乘飞到北京跟广州之间的班机 还有一个晚上去了许多酒吧跟夜店 居民人数超过300万的朝阳区9号发布紧急通知 当天下午2点开始 全区各歌舞场合娱乐场所 网坝暂停营业 并且通令曾经到辖区之内4间酒吧的民众 披露身份实行自我隔离 北京市也在第一时间部署 针对全市酒吧、卡拉OK、网坝等场合 展开防疫调查 并且对防疫措施落实不到位 地下密闭通风不良的场合暂停开放 而最近消息也表示 顺义区在集中隔离管控人员之中 发现两名核酸检测阳性人员 同样跟天堂超市酒吧有关 顺义区已经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 两名核酸检测阳性人员所居住的天竺镇 天竺家园、礼桥镇、苏火小区 已经落实封控措施 目前正在进行重点区域的核酸检测 另一方面上海部分地区则告诫居民 再次禁足在家里 同时进行新的成名核酸普塞 美国之音指出北京和上海才刚刚放松管控举措 但是疫情浮现似乎卷土重来拉警报的迹象 徐汇区的红玫瑰美容院 6月1号才恢复营业 3名员工核酸检测就呈现阳性 而过去8天共有502个人上门关顾这间美容院 分别来自上海16个行政区之中的15个 而上海洋浦区则下令 11号上午展开全员核酸检测 采用期间实行封控 此外当局已经确定 近期内蒙古爆发的疫情 是因为欧莫库变种病毒所导致的 最近6天下来 重灾区的二连浩特市累计确诊224例 而且当地疫情已经外溢到周边地区 二伦浩特市已经启动方舱医院 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也紧急组进一支90人的医疗团队抵达该地 目前医疗团队将接管方舱医院 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今天表示 中国坚持动态清零政策不会改变 但是不是单纯的动态清零 而是除了疫情防控之外 还要稳住经济安全发展 他指出为了防控疫情而进行层层加码的防控 是不可取的 同时还会明显影响到经济发展 综合媒体报导 钟南山今天在第14届中国生物产业大会 近202年国际生物论坛上表示 中国坚持动态清零政策不会改变 但是不是单纯的动态清零 而是除了疫情要防控之外 经济也要稳住发展也要安全 他表示后面两者同样重要 为了防止住疫情而进行层层加码防控的行为 是不可取的 这会明显影响到经济的发展 钟南山还表示 早期发现 早期诊断 早期隔离 依旧是防控疫情的关键 有些地区因应欧默库病种病毒 实行常态化检测 三区以及网格化的管理 谎骂彻查重点人群 可以有效降低病毒传播 二分疫情大流行区域可以执行艇客 餐厅卸业 关闭公共场合 他认为当前要做好疫情防控 依旧需要关注如何进行精准防控 主要还是要依靠科学 具体的是科学管理 科学预防 科学治疗 钟南山也提到 目前需要研发新的新冠疫苗 以及进行合理续冠免疫 在科学治疗方面 还需要研发出小分子的药物 他表示 目前中国批准的疫苗 主要是灭活 腺病毒载体 亚单位蛋白三大类 这些疫苗对疫情防控 发挥很大的作用 再加上一些有效的防控措施 因此中国患病率 以及致死率是全世界最低 钟南山表示 很多人想要施打 同个品牌的疫苗 两剂或是三剂 预防效果比较不好 如果不同品牌的疫苗 作为加强免疫 预防效果可以明显提高 因此他建议民众 可以混搭不同品牌的疫苗 因为新冠疫情 停办两年的 三个里达对话 亚洲安全会议 今天晚间将在新加坡开幕 而根据先前消息 中国国务委员 兼国防部长魏凤和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 将在下午先进行会谈 分析认为拜登政府 目前正努力加强 跟北京的沟通 美国国防部希望对中国 开设更多热线以避免危机 不过在此同时 却也传出 今日美国空军一架 RCE-35U电子侦察机 在南沙群岛上空抵近侦察 中海媒体报道 先前南华早报 引述消息人士表示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 跟中国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 魏凤和将举行双边会谈 据了解奥斯丁希望针对台湾 香港 西藏 新疆 跟其他区域安全的问题 进行对话 中国央视军事官方微博 下午也指出 这是奥斯丁就任之后 中美防障首次面对面的会谈 美国国防部一名发言人 同样证实相关消息 外交政策杂志报道 美方目前正在寻求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 美国参谋首长 联席会议主席比例 美军印太司令部司令 以及中方官员之间 建立更好的沟通渠道 美方在2020年成立了 危机沟通工作组 不过这个工作组 目前依旧缺乏足够的运行机制 在处理美中分歧 路透摄影术美国官员表示 美方希望将重点放在 两国竞争关系设置护栏 并且确保不会发展为 某种军事固解 此外奥斯丁11号 将以美国印太战略的下一步为题 在大会发表演讲 魏凤和接着在12号 将以中国对区域秩序的愿景 为主题发表演讲 美中竞争加剧 近来在多项议题上面 也针锋相对 因此两个人演讲内容 备受关注 不过在此同时 根据北京大学海洋研究院 南海战略态势 感知计划平台微博 下午表示 今天美国空军一架 RCE-35U电子侦察机 在南沙群岛上空 抵禁侦察 欧洲议会9号以压倒性的票数 通过两项新疆有关的决议案 包含敦促欧洲委员会 禁止通过强迫劳动制造的商品 进入欧洲市场 以及谴责中国对维吾尔族犯下的 反人类罪行 欧洲议会同时警告 中国当局可能对新疆穆斯林 少数民族实行种族灭绝 综合媒体报导 欧洲议会9号上午 首先以503票赞成 6票反对 4票弃权 通过透过新贸易工具 禁止强迫劳动制造的商品决议 校议会再以压倒性多数 通过新疆人权情况 包含新疆警察档案的决议案 上午通过这份禁止强迫劳动议案 要求欧洲指挥会 允许在欧洲单一市场之中 禁止所有强迫劳动制造的商品 比利时级的欧洲议员布里克蒙表示 美国跟加拿大早就已经设立商业法规 来禁止相关商品的进口 而在此情形之下 必须由进口业者证明货物 跟强迫劳动无关 欧洲议会副议长 继国际贸易跟人权委员会成员 郝泰拉指出 欧盟不想要成为5年以来 中国在新疆实行反人类罪行极权的共犯 他强调欧盟是中国出口的第二大市场 透过禁止强迫劳动产品的进口 欧盟总算可以遏止制止剥削 并且保护中国跟欧洲的劳工 而下午决议案之中 跟日前一名不具名的骇客 入侵中国新疆警察电脑系统有关 里面大举记录 新疆集中营之内被接近者的照片跟书面记录 由于流出的资料跟画面惊人引发关注 欧洲议会投票通过 谴责中国当局对维吾尔族的反人类罪行 并且呼吁对中国采取制裁行动 此前欧洲议会曾经通过数份 有关新疆情况的动议 不过承认新疆种族灭绝的罪 尚属第一次 尽管流亡的维吾尔族人披露的文件 跟卫星图像提供越来越多的证据 保明中国当局侵犯新疆人权的疑虑 但是北京方面一直否认对新疆地区少数民族有任何镇压的行为 中国驻欧盟使团回应欧洲议会针对涉疆决议案时 他表示所谓新疆种族灭绝的说法是彻头彻尾的世纪谎言 完全是反华势力炮制的丑陋闹剧 任何谎诚谬论都抹杀不了新疆人权事业取得历史性的成就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照例兼责批评 欧洲议会通过所谓的涉疆决议对中国蓄意污蔑抹黑 粗暴干涉中国内政 中国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发言人尤文泽也表示 坚决反对欧洲议会打正人权的幌子 搞政治操弄粗暴干涉中国内政 由于顿巴斯此时攻打不下来 让克林姆林宫弥漫着一片诡异的气氛 俄罗斯总统普京几乎丧失笑容 为了给俄罗斯国内信心喊话 普京还把自己比拟为俄罗斯沙皇彼得大帝 并且将入侵乌坑的行径 跟彼得大帝当年入侵东欧跟中欧相比 同时俄罗斯前总统梅德韦杰夫改变以往温和的形象 口出狂言发誓要让乌克兰人从地球上消失 综合媒体报导 俄罗斯总统普京九号在莫斯科参观彼得大帝 350周年明旦展览之后 相遇群俄罗斯年轻企业家发表演讲时 以回顾俄罗斯沙皇彼得大帝 在18世纪在对瑞典的战争之中 征服了波罗的海沿岸 并且建立圣彼得报仪式作为开场 普京表示在大家的印象里面 彼得大帝跟瑞典打仗是为了夺取某样东西 但其实他并不是要夺取任何东西 只是要把东西拿回来而已 普京还表示 彼得大帝建立圣彼得报 并且宣布该地为俄罗斯首都时 欧洲没有任何国家承认该领土属于俄罗斯 但是如今情势明显不同 而普京这段话似乎是在暗示西方未来 也将承认俄罗斯如今公正的乌克兰土地 是俄罗斯的一个部分 普京还强调 彼得大帝拿回原本属于俄罗斯的土地 并且将其壮大 而如今这个责任也落到我们的手里 普京还表示 全球国家只有分为主权国家跟殖民地两个选项 中间没有灰色地带 所以无法做出主权决定的都是殖民地 他还表示 俄罗斯不会重复以前实行铁木经济的错误 也不可能被其他国家围堵 他指出目前许多外国企业 退出俄罗斯市场将来会感到后悔 因为他说俄罗斯是未来值得关注 又潜力的国家 出生在圣彼得堡的普京 向来遵从彼得大帝 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也表示 普京非常希望被外界视为彼得大帝的现代版 2021年7月 普京更发表过7000字的长文 表示现代乌克兰完全是由俄罗斯创造出来的 今年2月24号 普京下令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进行特殊军事化行动 便是一次作为开战理由 而在此同时 俄罗斯前总统梅德维杰夫近日改变以往温和的形象 变得越来越好斗 近日更是口出狂言地表示 他要让乌克兰人从地球上消失 这段言论时的西方国家非常震惊 他跟普京一样出生在彼得堡 在政治上面每一步都得益于他的导师普京 2012年为了满足普京的愿望 梅德维杰夫放弃连任总统 让普京重新回到克林姆林宫 梅德维杰夫也成为普京的总理 然而他近几年被强力上升的军方跟情报界给边缘化了 分析认为他这样做是有所图谋的 是对其他两位普京可能记得值的回应 不过分析也支持 由于缺乏外界的支持 梅德维杰夫进军克林姆林宫的机会非常渺茫 谢谢您收看明镜新闻台 敬请您点赞分享订阅推荐给您的亲友 更请您点击节目内容简介里的PayPal链接支持我们